臺北市長柯文哲任內最後一次 總質詢在今天正式落幕 警隊近日的疫苗採購爭議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 陳時中是回擊說 封了採檔疫苗 柯文哲表示不能夠接受 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王碧勝則再次澄清 絕對是沒有人卡疫苗 總統府也發了五點聲明 強調政府民間團結協力的防疫典範 不是分化彼此的選舉攻防 感謝大家過去八年的努力 謝謝 彎腰鞠躬 臺北市長柯文哲 結束任內最後一次市政總質詢 由於柯文哲過去多次公開表態 卸下市長後 下部瞄準 二零二次總統大選 各界關注競選總部地點會在哪邊 我都還沒去看 要先籌到前才不安住好不好 近來疫苗採購成為首都選站 攻防焦點 針對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 陳時中回擊 封了採檔疫苗 一說 柯文哲表示不能接受 針對採購爭議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王必勝再上火線澄清 絕對沒有人卡疫苗進來 民間捐贈疫苗是公司合作的典範 不應該被惡意操作 這三個單位他們簽約 要買這個BNT簽約完成 我們覺得他可以進來的時候 我們還買了小菜在指揮中心自己吃 來做慶祝 你說誰卡這個疫苗 沒有人卡這個疫苗 大家都衷心希望這個疫苗趕快進來 總統府也發五點聲明 強調政府沒有阻擋疫苗 使政府民間共同解決問題 這是政府民間團結協力的防疫典範 而非分化彼此的選舉攻防 記者黃片王心中 泰波報導 好 好